上课铃都响了,同学们怎么都站在外面啊? 小五,大事不好了,班主任失踪了,没人来给我们上课了。 啊,怎么会这样,昨天放学的时候班主任还好好的呀? 具体情况我们也不清楚,听说好像是被什么人抓走了。 小五,我们什么能力都没有,没办法找回班主任,这件事得靠你了。 好吧,那我去试一下,你们可以帮我收集巧克力, 万一遇到危险了,还能帮帮我,我去想办法了。 班主任每天都会去买章鱼烧,我先去问问章鱼烧老板。 老板你好,请问你今天见到班主任了吗? 没有啊,奇怪了,平时他一大早就会来买章鱼烧,今天却一直都没来。 好吧,那我去其他地方问问吧。 猫神大人,我们的班主任失踪了,你能给我一些线索吗? 你去露营地,找到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女巫,她那里有你想要的消息。 好的,谢谢猫神大人。 那边果然有一个红衣女巫,你好,我的班主任失踪了,你能帮助我找到她吗? 我知道她在哪里,但是我不能白帮你,你要跟我跳一支舞。 如果你能跟上我的节奏,还能得到很多满分,我就告诉你她在哪里的。 没问题,我会加油的。 没问题,我会加油的。 没想到你居然真的能跟上我的节奏 还跳得这么好 我收到了很多满帆 我现在就告诉你 你的班主任就在医院楼顶 你快去找他吧 谢谢红色女巫 等我找到班主任了 再来找你玩 班主任果然在这里 但是究竟是谁把他抓到这里的呢 没想到樱花小镇居然潜伏着这么危险的人 我一定要找到他 臭兔子还想找到我 没那么容易 因为不可能有人认识我 哈哈哈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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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